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大陆的房贷利率狂飙 观众 你知道大陆利率线飙了多少吗 假如你是第一次买房 现在的房贷利率已经超过了5% 来到5.22% 假如你是第一套房之外的贷款利率 现在已经要到6%的零利率 观众 你6%的零利率非常高 假如你是一千万的贷款 光是一年的利息支出就要60万 再加上本利的偿还 假如你是借一千万 你一个月要还的本利盒 就要超过11万台币之多 11万的货币之多 不管是人民币还是台币 所以大陆的房贷利率狂飙 当然第一个 有政策打击的价格目标 另外我们还是要提到 大陆国债市场在昨天 利率又创新高了 所以整个大陆利率市场 快速的攀升 使得目前包括了股市受到影响 包括了债市受到影响 连房地产都受到影响 那唯一利多是人民币 人民币在中美利差扩大的情况之下 人民币在今天出现大幅转强 跟走升的方向 所以我们特别要观察一下 从大陆连续几天追踪 大陆的债市崩跌 利率狂飙 目前整个经济 跟金融市场的扩散 开始慢慢浮现出 它真正要打击的目标 另外我们要观察是油价 没有股创新高 大家都观察科技股 可是大家有注意到 油价在昨天晚上 又刷新性高 既不然的原油 占上60块美金 每桶之外 我们看到纽约七元油 现在也突破了 关键的价位 54块钱 所以最近几周 观众注意到 礼拜一 中油跟台硕 都在调高油价 在下礼拜一 可能中油跟台硕 又要调高油价了 油价这一波的强劲走势 其实我们金融报 在很早的时候 就给观众做预估到 到底这次油价 会涨到什么地步 特别是俄罗斯 跟沙特加博 又达成了 新的减产默契 怎么做观察 我们请教三位来宾 第二个请教我们 真才智者丁怀明 第二个请教我们的分析师 陈宇龙 第三个请教我们 知名主持人 大K 曾幻文 今天我们先回来观察 大陆的债市价格崩盘 利率的喷出 现在对于股市 对于房地产 开始出现了 扩散的影响效应 大家观察了 除了股市的多空错误之外 特别对房地产 贷款利率的狂飙 会对于大陆的房地产价格 产生什么样的打击 我们今天我们跟大家 回来做进的观察解读 你看今年以来 其实全球涨幅最大市场 当然是陆股 包括了陆股的科技股 都是全球涨幅最强的 科技族群 那我们现在观察 大陆股市在最近 出现一点点停滞跟修正 那现在最大原因 是在于无风险利率 就是大陆国债市场 出现非常重大的价格转折 好 跟我们先看这张图 第一个是上证指数 其实昨天包括中小板指数 都留下了一个非常长的下影线 创下近十天来的新低 那我们这边配合另外一张图 是大陆无风险利率 就是十年国债值利率的导数 好 观众我们先讲第一个 这个白色线 因为债券价格跟债券利率 它是一个反向关系 它是一个债券涨利率跌 利率涨债券跌 所以我们把这个债券利率 这是利率 做导数的话 就等于是债券价格 好 债券价格是白色线 等于是债券价格 类似 那它是债券利率 那蓝色线是上海 综合的这个上证指数 所以这两条关系 我们来一起做对比 其实从今年以来 它们是同向关系 全球金融市场 其实在过去几年 股债是同多的 可是这个市场的发展 一直到今年的7月份开始 大陆的股市跟债市脱钩了 那不仅是大陆股债脱钩 其实事实上观察到 美国的金融市场 美国的股债 也在约末7、8月份 出现脱钩的变化 后面我们注意到 就是股债同多的荣景 忽然在今年7月份到8月份 开始改变 美国如此大陆如此 所以其实观点 我们看到大陆看到美国 其实一样的图 所以第一个 债券价格走低 这个债券价格走低 利率弹升 可是跟股市脱钩了 这变成常态化 因为长期做观察 其实股债的关效 很少是同步总多 可是过去因为QE的关系 做同步总多 那最近出现了分野 我们看第一个 大陆十年国债 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又杀尾盘 最近大陆债的时候 常常喜欢杀尾盘 那利率最高 已经来到了3.893 十年期的 就是我们一般看 有国家的无风险利率 就是用十年期的国债 那无风险利率 已经来到3.893% 那有风险的利率是多少 各位朋友 无风险利率是年化 3.89% 就3.9好了 那有风险是多少 那有风险就要加码了 是3.9 4.2 5.8 还是6.1 所以我们要提到 就是有关于大陆 房地产的贷款利率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飙升 而房贷利率快速飙升 对于投机客 对于草客 这个影响就非常非常的深远 跟非常非常巨大 在配合行政手段 目前针对大陆民间 或台名下的首付带 就类似美国当年的次贷 这个也开始进行严格的打击 所以我们看到 整个大陆的房市的翻转 这个转折 其实已经从今年的5月份发生 而这个发生之后 慢慢开始加快迭速 那讲这个之前 我们先看 今天大陆公布了几个数据 第一个就是官方版本公布了 这个服务业跟制造业的 采购今年指数 那因为10月份 第一个碰到11的连续假期 11长假 大陆国庆 第二个面临到冬季 环境现产的影响 所以使得大陆的制造业 出现明显的价温 那服务业当中 因为有些服务业 生产服务业 包括房地产 也算服务业的一种 也受到拖累 所以我们看到 10月份公布最新出来的 领先指标 大陆不管是官方制造业 还是官方服务业 采购今年指数 都出现了明显的下滑 第一个 短期期价是11长假 第二个是冬季现产 那第三个是什么 就是信贷环境的紧缩 所以我们分成三个层次 来做讨论 我们先讨论一下 就是短期的因素 11长假跟冬季现产 这对于制造业 冲击非常大 因为第一个 9月份的季期很高 我们那时候做过9月份的 采购经济指数 是创下新高 可是11长假一来 那知道工厂 大家都放假了 所以包括了大型企业 中型企业 小型企业 都出现非常大幅度的下滑 包括中型企业跟小型企业 大陆官方版本 都陷入了一个紧缩循环 就是不景气 50以上扩张 50以下紧缩 50以上紧气 50以下不景气 所以一个10月份 使得大陆的制造业 开始出现一个紧缩循环 那第一个 11长假 第二个是高耗能跟高污染的 生产经营活动 受到了 这个加大环境污染治理的 一个关系 包括我们在东北的长春 从10月份开始 到明年的3月份 所有的水泥 跟水泥有关的 制造跟使用 全部暂停 这够凶狠的 水泥制造 不能制造就算了 连水泥的运输 或水泥的使用 全部管制 等于很多建筑或工程 都必须要停摆 所以这个对于 制造业的 财贡经营指数 是非常非常的明显 这是制造业部分 那服务业呢 11长假 但会刺激到了 零售 旅游 运输 可是受到了 包括了修饰 11长假修饰 资本市场的服务业 房地产业 还有居民服务 跟修赛行业 都下滑 所以整个拖累 大陆10月份的 PMI服务业的指数 好 观点我们就要观察 大陆的景气是不是9月份 已经见到最高峰 在19大以前 已经见到这一波景气的最高峰 那10月份 11月份 能不能反弹 11月11长假的关系 还是天后治理的压力 一个是短期的因素 一个是冬天的影响 另外就是长期 信贷紧缩的环境 已经开始做发展了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指标 全球最大的制造工厂 全球第二大的市场 它假如是一个巨大的转折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那我们就要做观察 第一个我们看一下 短周期已经结束 包括我们看最近的铁矿石 创四个月新低 包括我们看到 焦煤 卢文钢 都受到了一定的一个 景气循环的影响 现在似乎周期库存回补 已经结束了 而这个结束是一个 比价勤述又更长的 周期循环 那更大的是 这个环保治理的政策循环 再往下是景气循环 所以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是大陆房地产 从销售面积跟销售金额 关门这张图是 从2000年到最新的发展 我们会看到几个区间 我们以2008年为例 它这个循环 其实非常非常稳定 就是有低有高 关门有大概平均 两年到三年一个循环 那现在的循环 其实从去年底 整个销售面积跟销售金额 就开始出现下滑 那这个下滑幅度 按照过去的经验 至少要到2019年 低进才渴望 足底或是复苏 所以目前大陆的房地产空头走势 其实只是刚刚开始 所以我要请大家可以 我们先做观察 因为从等一下讲利率 我们先从这一次的PMI指标 到底是一个假期因素 还是环保治理的政策因素 还是更重要的 从房地产是个周期因素 另外从铁矿石煤 这些库存回补因素 这因素很妙的 因为现在大陆的市场 大陆的经济 出现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指标 就是从短周期 中周期 长周期 同向走空 您的观察 好 从这个我们一系列 一直帮大家追踪 中国大陆的这个债券殖利率 包括今天待会要讲的房贷利率 它不断往上升 基本上大家知道这个利率是货币的价格 利率往上化呢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资金开始紧俏 那未来 那既然这个利率往上走的话 也许未来人民币也会走升 这是大家要观察的重点 但是呢 讲到这个利率往上升 基本上就三个字 就是中国大陆现在走的是一个货币的强减缩 就减缩的一个状态 但是减缩到底它的威力有多大 我先让大家看一个新闻 大家可能没有留意到 在今年十月十五号的时候 中国大陆的人行的行长周小川 他那个时候在今年的G30的国际银行的 这个研讨会上面 他那时候有讲到什么 说中国大陆的GDP 因为我们知道中国大陆第三季的GDP 公布是6.8% 对 还是很高 对 你觉得是高 但是我们看一下周小川那时候怎么讲 他那时候 因为十月十五号那时候还没有公布 所以那时候他讲说 中国大陆上半年的GDP 大概是6.9% 那他认为下半年有机会来到7% 代表什么 代表第三季或第四季的GDP 基本上应该会更好 超数 对 可能是6.9%或6.9%以上 结果没想到公布出来的数字 却只有6.8% 这就代表什么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 中国大陆的货币紧缩部分 连周小川的他原本要爆料说 第三季GDP会不错 连这边都失准了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一个货币紧缩的效应 已经开始呈现了 那他里面也特别讲到 中国大陆的这个广义的M2的部分 基本上是持续放缓 对 而且呢 这个是一个趋势已经呈现 代表他知道货币要紧缩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连第三季的GDP 都开始受到影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从这个PMI的数字的部分 大家也可以了解到 我们现在看一下几个细项里面 这次让大家看的图 比较不一样 过去是把所有的细项 全部列出来 像我们这个表格 我们只是把所有细项列出来 因为实践关系 我们不能一一做说明 所以这次直接抓一些 领先指标来做观察 对 那如果把它拆开来看的话 这个是所有的数字 都把它减掉50 这个临走在地方 所以在柱状体以上的话 代表是在扩张期 在下面代表是这个衰退期 那很明显你可以发现 深蓝色跟灰色代表什么 代表生产跟这个新订单的部分 对 生产的部分呢 你可以发现很明显 跟上个月相比是往下掉的 对 那像新订单部分呢 也是一个往下掉的情况 代表什么 代表这个是属于经济需求的 需求不足 所以让生产的部分 跟新订单的部分是往下掉 那当然柱状体以下呢 最明显的就是原材料库存 就是我们一直跟他讲 库存周期结束 所以他一直在临走以下 对 这是一个 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观察 常常讲就是原材料的 原材料的库存 跟这个产生品的库存部分 对 原材料跟产生品库存部分 大家发现 他这个是都在50以下 那这一次呢 原材料的库存 基本上呢 是往下掉 对 那工业 工业企业的产生品呢 因为他之前掉的比较低 所以呈现一个反弹 假期卖不掉 对 但是呢 还是都是在属于衰退期下 是 这代表什么 原材料库存跟产生品库存 代表是企业对经济未来的预期 是 那都在50以下 也代表不乐观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经济需求不足 那这个企业对于经济的预期 也属于不乐观的部分 比较保守 对 对 那另外呢 那刚刚你有提到这三个 这个大型企业 中心跟小型企业 一样 这个50以上呢 目前来看 只有剩大型企业 对 但这一次呢 因为中国大陆的环保的基查 非常非常的严格 所以中小企业 受到影响比较大 因为这个大型企业的环保 稍微相对来讲 一定是做得比较好 那它也受到影响 但是至少呢 还是在50以上 那中小企业呢 因为受到环保基查的关系 所以他们这次 掉的速度就特别特别的快 是 那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一下 原材料的这个进口的价格 过去呢 跟这个原材料工业里面的PPI 就是生产者 价格指数呢 是呈现一个高度正相关 那红色线呢 就是这一次的这个 原材料的购金价格部分 这个一样是扣掉50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 它是一个快速往下掉 代表什么 过去呢 这两个 这两个价格 是呈现一个高度正相关 对 所以呢 代表呢 将来公布的10月份PPI 很可能也会往下掉 这是一个领先指标 对于PPI量是一个领先指标 所以PPI部分 大家也会特别留意 那库存周期 我们讲过很多次 讲了快两年 对 结束了 结束了 因为呢 到今天的这个盘中 包括像这个胶煤 焦炭 等等 还有这个热压钢卷 螺纹钢铁矿石 都还是下跌的 所以这个黑色系的这个部分呢 持续拉回 那其实这一次的PPI里面 有公布到钢铁业的PPI 10月份 数字出来是52.3 比上个月大概 上个月是53.7 掉了1.4个百分点 虽然还在50以上 但是呢 它已经连续两个月都下滑 对 所以呢 这个库存周期结束 我觉得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 但是利率的这个往上走 就像你刚刚讲 房贷呢 影响非常非常的大 我们来看一下房贷好不好 因为观众 大陆的企业 第一个需求不足 可能是十一长价 也有可能是环保限制 可是因为库存 这个库存是对于未来景气的一个 主观期待 观众 你今天会压多少库存吗 观众你懂意思吗 你会多买些什么东西 来准备进行加工 进行销售 是你对未来景气的判断 所以一般景气好 库存会多 景气不好的时候 优先管理库存 所以库存下滑 这个库存会补周期 进行了大概18个月 回补完了吗 回补够了吗 那假如景气好 为什么不再增加库存 因为库存要压资金嘛 观众你懂意思的吗 像台湾几个钢铁贸易商 他们库存都几十亿 几十亿怎么来 跟银行做短期融资 那短期融资最大的关系是什么 第一个流动性 好不好借 第二个是短期的利率多高 不要我库存 我看的原物要会涨 可是利率把我的涨价 都吃光光 那就没有必要了嘛 那剩人家跌了怎么办 我这边要负利息 那边要赔本金 所以我们要来 讨论利率的问题 观众你刚刚已经 这几天连续追踪 大陆国债市场 不断的利率攀升 我们来先看一个现象 就是中天期跟长天期的利率 出现倒挂 这怎么讲 我们一般看到银行挤兑 像以前当年中兴银行挤兑 几个信用合作者挤兑 都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会吸收一个月期的利率 譬如说好了 三年期的定存是2% 三年期的就是3Y 三年期的利率是2% 可是因为碰到挤兑 所以常常这些金融 出现流动性的金融机构 他们会做一个吸收短期存款 可能一个月期就给你5% 为什么 因为碰到挤兑 所以观众我举一个特殊的例子 其实全球金融机构碰到挤兑 都会发现现象 就是短天期的利率 竟然高过长天期 第一个是长天期也没有人借 也没人要存 所以长天期缓不计期 所以不管他了 先吸收短天期的资金来救急 观众我一般这种机构就这样 那对于大一点点的企业 观众我大一点点企业 他有时候碰到了流动性不足的时候 他也不会借长天期 也借不到 也没有抵押匹也用 他就短天期发行一个 高息的债券来募集资金 那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也代表出现一个恶化 为什么 这是全国性范围 就是大陆的国债 五年期跟十年期出现倒挂 观众你懂意思吗 通通我们存钱不是存越久 利率越高吗 你去台银存 一个月跟存一年的 利率一定不一样 那差距多大 看殖利曲线的邪率 但不至于说一个月期的利率 会比一年期的利率高 那大家都存一个月 干嘛存一年呢 所以这算是一个非常异常的变化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张图 我们昨天比较的是 6月31号跟昨天的图 我们现在来比较一年来的变化 第一个观众要掌握到重点 是大陆不管任何期间的利率 从一个月三个月五个月 十年三十年 整条利率曲线再往上移 纵轴是利率 横轴是各年期的期限 所以会出现很多交叉点 这些交叉点 我们把它拉成要取下殖利曲线 所以不管是五年期出现 去年是2.476 到昨天是到了3.85 短短一年五年期的利率 爬升了1.3%多 观众要你知道大陆短天期 五年期的利率爬多少 我们看三十年期好了 去年是3.1 今年是4.33 所以一年的时间 三十年前的利率 从3.1爬到了4.33 爬升了1.22% 这个线上的每一个点 都在往上抬高 代表大陆的资金成本 是全线拉高 不管短的 中的 长的 另外是我们把它切割开来 现在大陆市场的长天期需求 资金需求 跟短天期的资金需求 相对来讲 短天期非常非常紧 出现问题了 这是我们这样做观察 我们再往下做观察 各位朋友 就讲到了房贷利率 前面讲的都是金融市场 前面讲的都是货币市场 或资本市场 或债金市场 或无风险利率 我们来回到消费者的层面 来做观察 各位朋友 现在这是大陆的房贷利率 有几条线 第一条线叫同业存款利率 是橘色线 这个同业存款利率 一般我们可以当作 银行的资金成本 银行的资金成本 我有这个资金成本之后 我再借给你 我在上面加一%加两% 变成我的利差 变成我的利润 这个同业存款利率 那同业存款利率 其实爬得很早 从去年11月12月 大陆在打同业理财的时候 这个利率就快速的一个攀升 那另外两个出现传导效应 因为长期的利率攀升 使得银行都发现 利率只会升 不会降 观众 台湾的投资朋友 还没有习惯这种环境 利率只会下 不会升 你说只会升不会降 大家都不相信 可是大陆 因为这一年多的酝酿 其实已经慢慢给 所有的资金调度 或银行控制资金成本的 都发现 看样子利率是不会降 只会升 所以开始反映到它的销售 所以我们看到有两条线 一条线是蓝色线 就是首套房的贷款利率 红色线是第二套房的贷款利率 观众 这数字到最新10月份 首贷利率是5.22% 观众 台湾的首贷利率 像你去银行借 有时候可以借到1.8% 甚至还可以借到1.7% 所以我们现在买房子 扛房贷 很轻松 1000万 一个月利息 不过1万块钱 所以借钱 买房子 房贷一点压力都没有 可是大陆现在首套房贷利率就5.22% 假如你是第二套房 利率更飙到5.6% 短短的时间 首首套房从今年年初不到5% 4.49% 一下攀了快一个百分点 你借1000万的话 你一年就要多10万块的利息支出 所以大家我们来观察 这个大陆债券市场的一个价格变化 已经慢慢慢慢开始传导 刚刚讲的是债券影响长天期的 那去年底的同业理财的管制 影响到短天期的 不管短的长的 大陆的资金成本 营商环境 投机成本 都在快速的飙高 您的观察 好 这个对利率 当然最敏感的 绝对是房贷的部分 但刚刚斯王哥有特别讲到 首套房跟二套房的部分 对 我们来看这个图就非常的明显 这个图是从2016年年初一直到现在 下面有几个图 这个是先看首套房的部分 全众大陆35个城市的银行里面 过去大家看 这个房贷利率打9折 打9折以下的基本上 其实占大多数 这是百分比 大概有三成以上的银行都在打折 就是你还贷款 我还给你利率更低 没错 但是发觉从今年的4月份开始 打9折以下的已经没有了 不会打折 对 不打折 那打9折的你可以发现 也是从今年4月份 来到最高点之后 开始快速往下掉 那这个跑去哪里 大家发觉 来到基准利率或基准利率 以上的部分 快速的一个增加 你看到排告利率 以前借钱是排告利率 好好谈 大开你要借钱好谈 现在贷款4% 你来借 没关系 你是我好朋友 我打你9折 3.6%借给你 现在是4% 大开没办法 我们上面领导管理 我4%借不出去 我借你4.4% 你要不要 现在反而是加码 而不是减码 没错 这个另外来看一下 这个停贷的部分 停贷部分还呈现 也是4月份开始呈现增加 所以可以发现 从这边来看的话 利率打折 跟从原本的打折 到后来的加码 这属于从价的部分来管制 现在连这个贷款 停贷部分 这从量的部分来做管制 所以价跟量都做到管制 那二套房的部分 也是非常的明显 这个基准利率 增加这个10% 不是说10% 就是这个 就乘以1.1的意思 你可以发现 但是朋友一样这个大概 也是今年的大概4月份开始 开始往下掉 现在很可怕 二套房的利率更高 对 乘以1.1以上的 也是快速做一个增加 那停贷的部分 同样也是做一个增加 对 所以不管你从首套房 或二套房来看的话 从价 从量 中国大陆 现在目前就是在做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管制 好 公民主 房贷率比较高之外 更重要的是 大陆房地还真的很离谱 上我去上海看 其实在台湾 也是那豪宅 大概100万以上的豪宅 你去那个上海 内环看 内环没有一个房子 每平 每台平 在台币100万以下 你看那个浦东新区 或是你看人民广场 只要你上到高楼 看过去 没有一户 还一平是低于100万 所以大陆房地产的 价格高之外 它累积的存量 非常恐怖 所以现在大陆房地产 出现一个转折 这个转折 会有几个面向 我们都来讨论 第一个 就是利率飙高 还是小事 过去大陆房贷 可能是20%的本金 然后可能80%的贷款 那现在越来越远了 可是大陆炒房怎么炒 20%的本金 80%贷款 那就1比4 所以我的杠杆是5倍 我买一个1000万房子 我的杠杆是5倍 我要出200万 20% 可是20%在过去年 大陆出现了首付贷 就是这个20% 也可以从别的地方贷 所以可能这20% 又来了 你也假如出20% 我就再带给你80% 而观众 这20%当中又出现了20比80的问题 所以一套房子 最终可能只出了4% 1000万的房子 可能只出40万 我的杠杆 经过换算变25倍 所以这个波动性 会有很大 第一个 25倍 有24倍要负利息 利息狂飙 第二个 现在在打这个首付贷 这首付贷一打掉之后 整个房地产就断练 好 观众 因为习大讲 房子是用来煮的 不是用来炒的 这个有煮又炒 有闷又蒸的 现在炒房的人 开始被蒸 就像温水煮气 慢慢蒸 慢慢蒸 好的 是大陆房子 房地产 价格终于要跌了 坏的是 观众 那这个价格跌了 会不会引爆金融风险 好的是 打房入股 钱没地方去 只要往股市做投资 所以股票市场的资金 永远不会断流 可是坏的是 假如房地产风险变大 会不会影响到 上市公司的本业 这个我们都要 持续地做观察 所以我们要从一个 另外一角度观察 是大陆的房贷利率 这是存量的概念 已经被十年载给带起来的 这会成为一个长期现象 我指的长期并不是50年 这长期现象 可能是未来18个月 或未来36个月的一个现象 那明哥我们就要做一个观察了 因为事实上 这又提到一个央行难题 从1982年 雷根开始进行减税跟扩张之后 我们看到 以美国为例 美国每多增加1.5块钱的M2 就可以拉动一个GDP 就是货币增量跟经济的发展 是同向的 到了1982年之后 甚至到现在越来越夸张 美国印3块钱 只能拉动1块钱的经济成长 那大陆更辛苦 大陆过去在2009年 是美印2块钱 就可以带动1块钱经济增长 到了2009年次贷风暴之后 是美印6块钱 才能创造1块钱的经济增长 当然最新数据 刚刚大概也提到 大陆已经在做彻底的改变 因为按照最新今年数据 大陆的M2只增长9% 那这个GDP增长6% 所以以比值来讲 现在已经压到1.5%比1 可是当然以金额来讲 这个数字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所以现在开始要做压缩 这个压缩会产生多痛苦的一个现象 至少我们要看到另外一个变化 人民币在今天大幅转升 第一个是中美利差不断的扩大 第二个是大陆的台商 假如今天买了房子 有了房贷 现在怎么办 拿台湾的贷款 关门有意思吗 假如你在大陆投资房地产 又赚钱又不想把贷款还掉 也没那么多钱 那怎么办 那就从台湾贷 譬如说我在台湾移动房子 那就台湾贷款带1.78 把钱拿去还大陆的房贷 我们只举这个例子 当然金融市场上 有很多这种carry trade的变化 我把海外借低利的钱 移到大陆来还贷款 企业也会这样做 那甚至是把海外 像鸿海台币定存解约 赶快存到大陆银行做定存 关门你懂意思吗 那这个资金流 就是利差关系 使得人币再度出现转强的变化 这有很多面向 不代表大陆经济会坏 不代表大陆经济会好 有可能是 固定资产 进行大量的调整 也有可能导致 股票市场全资产的走高 因为资产不代表做调整 外面跟你怎么解决 打房一直是大陆国家的政策的主调 住房政策的主调 但是能不能成功 很难说 事关刚刚讲说大陆的房贷 抵押贷款已经高到5点多 其实不是大陆唯一的现象 上个月我一个朋友 他在美国当一个地区银行的副总裁 我还问他说 美国现在房屋的抵押贷款多少 他说4.7 我还听得昏倒 简直不可思议 这就是难怪 我有另外一个朋友在台湾 他就把他爸爸妈妈的房子 拿去跟银行贷款 然后在美国买房子 买给小孩子 你就觉得赚这种利差 其实是有利可图的 但是反过来你就会发觉 台湾是一个蛮奇怪的地方 如果说大陆的房贷利息 跟台湾一样 那房子不晓得该飙到什么样的程度 该跌到什么地步 对 我说大房子 大房子 我可以说如果像台湾利率这么低的 不晓得还飙到什么样程度 这个事情对不对 大家多数的或者说国家政策 都希望房价能够压低下来 但是很遗憾 我们经常就讲过 大陆的地方政府 对这个东西 恐怕会采取保留的态度 就像是为什么 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年 大陆一直在讨论房产税的问题 是 每个人都预期 房产税一科的话 房价一定跌 对 那所有地方政府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不敢科房产税 关门我们觉得房地产到底是用来住的 还是用来储蓄投资的 关门你的房地产 你对它除了住的价值之外 你会不会期待它一个储蓄 或投资的意义 这会成为两个层面 一个是假如它是用来住的 那就可以从存量的成本进行改变 一个假如你是来投机的 就从交易的环节进行改变 像台湾什么豪宅税 两年出售就要科一个惩罚的关系 那是从交易层面 其实这种税是最笨的 为什么 就要怎么交易 因为台湾的房众很多 他们要吃饭 最好的方法是存量 存量税是最好的 把储蓄跟投机的资金 赶离房地产 各位你懂意思吗 让存量成本太高 每个人就对于房地产是用来住的 而不是用来炒的 这个概念就会改变 这个很重要 那还有一件事情 我昨天晚上给一个大陆的朋友示范 我提到这个大陆的房价 可能受到一定的这个打压 会有一些风险 他马上跳起来就反对 为什么 因为他家的地刚刚被征收 如果现在房价跌的话 他的那个征收 所将来可能起始的那个价值 就会下跌 所以他就坚决反对 但是可以看出来 大陆的国家 我所谓中央 对不对 跟地方 还有一般老百姓 对不对 可能会有一些认知上 或者说期待上的这个落差 对 我们看一看 这除了房贷之外 还有大陆的企业怎么办 观众 我们在画资产负债表 左边是资产 你有点会计常 就知道 右边是负债加权益 那负债 包括我们看到 这个负债 还有包括他的权益 我们来做观察 过去大陆的负债比非常高 权益很小 但这个成本快速飙升 虽然最近大陆景气不错 这边的资产报酬率也飙升 可是 观众 这个飙升的速度 这个爬升的速度 假如跟不上负债成本飙升的速度 那唯一的方法就是 把这个比变小 把这个一变大 所以观众 我们现在画一张图来做观察 本来可能是 这个是这样 它是这个比 它是这个比例 它未来可能变成 然后负债变了一点 然后这个权益变很大 观众 我讲什么叫权益 就是股本 就是股票 所以从整个直接融资 你会不会创造出 更多的资本市场利多 来面对目前大陆经商的环境 所以大陆这些资本市场 开放速度越来越快 你们看到 尤其观众要注意到 大陆最近在证券 证监会 在银监会 保监会 出了非常多的管理措施 世光的解读 它并不是要走空走雄 而是为了下一波的牛市 再做提前的准备 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 全中国范围会 全产业范围或企业范围之内 都会出现资产负债表的 一个大调整 而这个调整 会呈现什么样的现象 我们继续做观察 只是至少 中美利差的改变跟扩散 使人民币 是不是再度要转强 而这个转强 又碰到了川普即将到中国访问 就这个周末 周末到亚洲 下礼拜访问中国 会不会给川普一点面子 所以人民币的短期走势 关门可能要特别来做观察跟期待 好 结果我们另外观察一个数字 就是油价 这油价咋不停 你知道吗 这个油价我们从今年6月7月份 不断跟我提醒到 因为OPEC的一些阴谋 甚至阳谋 使得油价长期的价格期间 可能跟我们现在一般人 认识的想象不到 所以我们看到 除了不断对原油占上60块之外 现在纽约7原油 很多业用对不对 价格照涨不误 俄罗斯跟大利亚伯达成新的默契 而这个默契会是油价 来挑战70块 80块 是更高吗 就我们老公 我们从最近油价 不断地调高 到底中油台硕 他们面对的什么样的问题 就我们回来做 进门节目 工商服务 这礼拜六 今天帮我办一个非常大的活动 因为平常都是 你认识我 我不认识你 我常常在路上碰到一些 支持世光的粉丝们 就说世光 我知道你不认识我 可是我每天看你 我对你很熟悉 所以我们办一个活动 就在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 10月4号礼拜六 下午我们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将会举办一个见面会的活动 我们特别针对目前国际市场当中 关门你们注意到 其实现在全球在ETF 被动资金的推波赚之下 其实股市的个股的发展 跟整个全市场联动 出现高度的相关 所以我们在这个礼拜六的下午 1点半到4点半 这个将近4个小时 3个多小时的一个演讲活动当中 我们请到了台湾几个 国际的一个期货的专家 跟市场专家 来一起讨论 未来转明年2018年的 一个规划跟布局 到底怎么看 怎么做 这是免费讲座 官媒说应该掌握这个电话 7725 3537 就这礼拜六 下午的时间 我们会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来举办这个活动 其实报名已经满了 可是 很多官媒并不上金融报的官网 所以我们在电商当中 还是提供一些名额 让电视观众有机会来参与交流 包括了听专家怎么说 听专家怎么做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交流的机会 世光主持 当然我也会分享大家 一些我的个人看法 节目以外的看法 因为我们今天节目很多 我讲的一些笑话 被我们制作人剪掉 讲说看法可能不妥 那我们在这个机会 跟大家来做一些交流跟公通 就这礼拜六 下午1点半到4点半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 就是东森的电话 来报名参加 那因为座位是有限 因为我们也不能搞个三四千人 像周杰伦演唱会一样 所以我们办的这个席次 大概有几百个座位 官媒可以永远来参加 就这礼拜六 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那金融报主办的活动 让大家一起来交流一下 来给予一些 互相一些意见的一些指导 好 我们看一下油价的变化 这个油价在昨天晚上又创新高 其实油价这一波 我们抓的应该还很不错 因为油价 你知道我们抓哪边吗 官媒不要怀疑就是最低点 当时我还请蔡老师来画油价 所以整个OPEC的减产的动作 跟它的一个气度心 看到油价 似乎有一些超不想象的空间 到最新的发展 我们看到布兰特油价 在昨天以来的60.56块 这是刷新了两年半新高 官媒有台湾中油跟台硕 其实主要是依照布兰特原油 来做定价 所以官媒有注意到 最近9598 感觉快要进到三字头了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 就是每个礼拜都涨三角 有时候涨五角 有时候涨三角 涨五角 这样子这样一角 所以事实上我们看到油价 正在不断的走高 所以像98 感觉快要三字头 我记得好像28块了 这个油价要回到三字头吗 以台币我们加油为例 为什么 因为半年半新高 同样的纽约青原油 因为纽约青原油 被业原油影响 是刷新了8个月的新高 油价怎么涨也没通知 每个礼拜也都通知 就在涨油价 所以油价走高 我们看第一个新闻 主要是全球最大的两个产油国跟出口国 沙特阿博跟俄罗斯准备把石油减载协议 由明年三月延后到2018年年底 关门这像什么 你知道吗 就是ECB 欧洲央行 把QE的政策延长 导致什么 导致美元大涨 欧股大涨 那现在另外一个要搞延长 那就是沙特阿博跟俄罗斯准备要延长减产 就是跟延后QE退场一样 所以油价当然涨 所以目前观察到 这个OPEC的一个产油过程当中 第一个是沙特阿博跟俄罗斯 他们自己的纪律不错 第二个又达成了一个更远大的协议 好 各位朋友我们看一下库存的一个变化 我们先看库存变化 事实上从整个全球库存范围之内 其实过去这一年的减产是真的有效果 全球工业国家的原油库存 已经见到明显下滑 由原来的库存严重过顺 慢慢回到区间之内 甚至全油品 就除了原油之外 加工原油算进去 事实上已经慢慢回到正常水位 观众这经过一年的努力 这个全球的库存在下滑 那再一年 观众那这个库存 会不会回到平均值之下 变成这条线 那另外 全球油品的库存会低于平均值 那就妙了 因为原油跟自来水一样 它的需求弹性是刚性的 它的需求弹性趋近于零 各位朋友油价大涨到三十块 你能够出门不加油吗 就跟你讲水价大涨 你能够出门不喝水吗 所以基本上库存 相对于它的一个需求弹性极低 会产什么样火花 云东怎么做观察 好那其实这一次的油价上涨 其实我们可以分外在因素 跟内在因素来做观察 第一个外在因素 当然就是说可能地缘政治的问题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 伊朗这新的一个制裁方案出来之后 其实这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 开始去做一个证明 上礼拜 绝对昨天的决定 参议院还是组议院 通过对伊朗的新的制裁方案 对啊 那甚至像北韩都已经开始 有什么撤离计划 可能会有随时的地缘政治风险 这是外在这个因素 造成整个市场上预期心理 油价可能会上涨 另外一个内在这个变数 就是油价库存这个调整 大家蛮担心 这次川普来亚洲之行 观众 你看 世光出门要不要带小弟 不用嘛 你知道吗 因为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也没做什么坏事 可是川普出门带小弟 带什么小弟 带了三艘航空母舰的舰队群 这也是亚洲以来 难得大的军心动 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很多亏心事 而且他去的是金山胖的隔壁 说带了一堆小弟你知道吗 观众 你看那个后面老大 我看过的那些黑帮老大 是不带小弟的啦 那真的老大 那些俗辣就要带一堆小弟 你知道吗 撑场面 为什么 因为自己害怕 没底气 后面有一堆小弟跟着 所以川普来亚洲耍老大 说不定碰了一个钉子 油价金价美元 都出现反转也不一定 对啊 而且最近这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趋势 而且我们都知道 布兰特原油 其实他领先 其实纽约圈原油 已经占上每桶60块钱 其实我们都知道 布兰特原油 他所代表就是国际的需求 虽然说美国纽约圈原油 它的价格是被压住 因为这个夜营油的关系 但是最近 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现象说 第一个就是布兰特原油 它跟纽约圈原油的价差 从今年第三季 就是我们开始预测说 油价可能压不住 因为国际需求 不断往上去做这样 包含减产的这个效应 所以带到这一波的油价 就是从低点开始 往上去做一个喷出 大概其实涨幅已经来到20% 那我们可以观察说 其实它到底是一个 短线现象还是长线现象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像美国这个库存 其实刚刚事官有点到 这个库存不断地是往下去降低 从今年到现在 我们就听到夜营油在开采 可是美国原油库存 其实下滑速度很快 库存下降 另外一个就是专井这个台数 专井这个7台 其实从今年年中开始 也开始往下降 也就是说其实 这个不晓得他们 这个夜营油已经挖完了 还是说他们政策面的 一个想法说 其实可能赚钱比较重要 假如我是金主 官朋友 我是要把钱去买亚马逊 还是去德州开采原油 官朋友 你有点简单的sense 也是把钱拿去买亚马逊 买Google买苹果 你懂事 我另外买一个苹果手机 我也不要去投资原油 因为那个比较好赚 所以基本上资金的排行效果 加上每天恐吓大家 这个汽油车要停产 2025年2030年 各国都要停止贩卖 所以本身投资的意愿 就在快速下滑 这个很特别 就是明明夜营油有机会 可是第一个 每天被恐吓 宇龙你最近挖原油 2025年我等着看你笑话 因为我开车开电动车了 宇龙就想 对啊 那我干嘛去投资原油 钻井 这基本上意愿 现在真的快速下滑当中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可以 换另外一个想法来想 大家都讲说这个油价 这么低 因为有这个新人员车 但是我觉得换另外一角 如果说我们要加速新人员车太快 你一定要高油价 是 要不然你没有需求 对 对 就是其实我觉得 如果像不管电动车 还是氢燃料电池 如果真的换机需要上来 这个油价一定要往上涨 所以不是只有我们看到 这个美国的这个 这个SafeTC 这个大额交易人 其实你看他的多单的持仓部位 净多单持仓 就是他的净多单扣掉 避险的一个口述 所留下的这个多单 其实已经高过当时油价在140块的 这个所谓持仓量 对 那因为这都是正向的 就是当大户在做多的时候 通常筹码面有优势 比较容易去做一个上涨 那当然其实油价上涨上来 我觉得 当然其实做多元有可能会赚到钱 但是其实对经济来讲 不认为我不见得 他会排挤效率 对 因为其实过去的今天其实油价通常都是 股市多头的最后一棒 对 就是股市在往上喷售 其实油价更往上走 是 涨到整个资金成本受不了了 可能才会有反转一个疑虑 所以我们最近其实可以观察到 这刚事光点到这个 大陆官方公布的PMI 这个其实这个原材料 这个库存其实是下降的 但是这个成品的 这个所谓的库存是往上增加的 对 代表说其实上游已经很明显的感受到 这个需求是严重的一个不足 但是又制造出很多成本 那如果说油价值又往上涨的话 这个衰退的幅度可能会很大 我们刚刚开始有提到 这可能是11长假的价钱因素 但假如11月还是这样 对 那就妙了 所以我们现在说 把一个影响大家认为的因素 假如我们把它剥离开来 这背后的PMI 其实反映出一些现实状况 大陆企业这个对于未来景气的展望 其实在最近这几个月 尤其第三季下滑的速度 其实也蛮快的 这个部分我觉得可以去做观察 尤其是今天早上我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大家都在吹捧这个房价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大陆房价可能出现拐点 甚至在这个美国房价 可能也出现拐点 因为今天讲说他们这个房价 可能创下这海下来上涨了六成以上 大家都吹捧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们可以仔细观到几个现象 第一个就我们先看这张图 美国乘污销售的这个状况 这个销售量其实是往下探底的 但是它的库存是往上成长的 供给跟销售的比 也是往上去做成长 代表说供给明显大于需求 但是价格往上升 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号 另外像这个美国这个房屋指数 就是往上涨我们刚刚就讲到 那再来就从景气循环来做观察的话 不管说是同时指标已经弯头向下 那领先指标弯头向下 落后指标也弯头向下 那这个部分大家就特别去留意 因为油价往上涨的过程当中 会加速这个衰退的可能性 好 这个外面给我们观察 因为美国的物价的PCE的群众当中 其实主要是美国的公布的PCE的消费物价 是超出预期的 因为美国的PCE消费者物价当中 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就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工业品牌就是汽车 那汽车价格在反弹 关门为什么 因为现在这个汽油车要停产 要卖电动车 那电动车会比汽油车便宜吗 关门你想的问题 怎么可能 不可能 为什么不可能 因为汽车厂 当然要卖个贵东西来研发 他可能说 现在一台1.6卖80万 那明天我推出一个20万的电动车 来打自己 有可能吗 不可能 所以电动车越卖越贵 另外汽油价格在反弹 这其实包括大陆帮美国 其实物价从最新昨晚 公布的美国PCE数字 也看到这个物价的压力 慢慢从各方面来呈现 唯一不涨的是涨工资 关门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工资最简单线 大家结论出来 就是因为世代交替的关系 这个万民哥是报社的资深记者 8万块钱 世光刚从新闻系毕业 这个总编人觉得世光不错 文笔跟看法不错 那把万民哥给踢掉 世光薪水22K 关门你同意是吗 其实同样一份工作 但因为少子化老年化 一个婴儿潮退休 同样一份工作 从七八万变成两万二 继续有生产力 所以美国工资 其实长期为你不智 其实有跟世代交替有关 可是我们现在聚焦回油价 这个油价持续走高 俄罗斯也好 萨迪拉伯也好 他们都看到一个现象 因为这礼拜周末 又看到维约拉 可能国债维约 油价处处都有隐性存在 何时点这个欢会 给点起来您的观察 现在大家都很关心 下个礼拜川普到大陆 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10月初有一件 也是两国之间的 元首的会面 那才是惊天地气鬼神 这个就是沙古地阿拉伯国王 去访问俄罗斯 沙古地自建国以来 从来没有一个国王 去过俄罗斯 真的喔 真的真的是 这世光刚刚讲说 川普到亚洲来访问 带了三条航空母舰 对 那是说他耍老大 那沙古地阿拉伯国王 真的是老大 他不知道航空母舰 他带什么呢 他带着他的这个 专机专用的这个升降梯 就是那个首扶梯 首扶电梯 对 但这个首扶电梯 在沙古地阿拉伯国王 这个沙特曼下飞机的时候 对不对 还卡住 是 因为他从来没有想到 他有一天要到俄罗斯去访问 所以那个升降梯 对不对 对 随手不扶 耐不住那个俄罗斯的低温 对不对 就卡住了 所以你就晓得人家说 这个是四季之仇 对不对 化为四季破冰 但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事情发生 大家都很难 也许台湾人不太怎么关心 大家有没有记得一件事情 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爆发之前 那个时候国际原油价格 大概是最高到116块 但是克里米亚危机发生以后 油价就一路下探 把俄罗斯给憋死 把俄罗斯准备给搞死 因为那个时候沙古地阿拉伯 跟美国联手起来 对 有意的去压低油价 希望在经济上去造成 俄罗斯的崩溃 因为这个事情在1991年 做过 做过 当时这个苏联解体 也是因为沙古地阿拉伯 对不对 跟美国联手 跟美国联手起来搞俄罗斯 搞那个时候俄国人 所以俄国人对沙古地阿拉伯 是恨之入骨 对 那沙古地阿拉伯对俄罗斯 也从来没有好印象 那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在一起 其实就跟油价有绝对的关系 我们现在先要了解一件事情 去年全球的原油每一日的 平均消费量大概是9600多万桶 比前一年增加1.5 这个成长对不对 根据OPEC自己的研究 可能10年以后会到天花板 会到顶了 接下来就可能慢慢走下来 但是你要知道沙古地阿拉伯 按照现在的生产量 跟出口量来讲的话 它的原油储存量 这个库存量可以用到100年200年 所以所有的采油国家 都有面临一个危机 怎么样把我的储存的原油 加速变现 但是加速变现你也不能说 这个卖的太多造成 沙古地阿拉伯最近有个 5000亿美金的造证计划 对 公平五千亿美金很吓人 你要卖多少桶原油 这个差别很大 你一定要有油价支撑 沙古地阿拉伯最近要搞太阳能 搞绿能 你要有钱才能搞 他有一个2030年的经济转型计划 就是希望将来以后不要再靠原油了 对 他要靠其他的高科技 其他的商业去发展过来 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沙古地阿拉伯他也有另外一个政策 就油价千万不能够跌破50 这是他基本原则 最的确低要就是要在50块美金拖底 但是OPEC如果减产的话 假如沙古地阿拉伯说 你OPEC减60万桶 我就增产60万桶 这个减产百搭了 所以OPEC的减产 一定要跟俄罗斯全世界最大的出口国 达成这个协议 这个两个人见面以后 相谈甚欢 大家记得不记得 沙古地阿拉伯还跟俄罗斯 买了一个S400的飞弹 已经过去都从来没有这个事情 可见大家已经达成一定的协议 2018年的减产 一定会达到如期目标 现在是每天减产60万桶